而是的面对以色列大规模的袭击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就呼吁国际社会 谴责以色列保护巴勒斯坦人 阿巴斯星期一在约旦河西岸拉玛拉 会晤巴勒斯坦领导人时发表上述谈话 他的办公室随后也透过一份声明指出 巴勒斯坦将会搁置一切和以色列的接触 这包括和以色列的安全协调工作 作为对以色列袭击捷宁的回应 同时身在约旦首都安曼的巴勒斯坦人 同一天到以色列使馆示威 抗议以色列侵略他们的国土 并且以行动声援在家乡的同胞